警察同事来了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快请坐 李成先生 对你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 昨天下午在市区的一个小旅馆里头 被我们成功抓获 人赃俱获 哎呀太好了 可要抓住这个臭娘们的 啥什么说啥话 怎么能做点延迟 他本来就是臭娘们 不臭娘们还香娘们啊 他们的资料 谁让他骗人了 这是个男的啊 下边还有一张 你看不明白 以前是男的 后来变成女的了 是不是警察同事 他们是团伙作案 这个男的是他的老公 他老公 二丁你咋还长得你 一个有老公的 这个男的 是负责下套的 他负责物色人选 然后 用那个女的 来实施诈骗 对了 警察同事 我们那实施黄严的 等走完一切程序后 会原封不动的 还给李成先生 太好了 谢谢你啊 太好了 我代表我们 三专所有的员工 真诚地 表示感谢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如果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就先走了 我怕村民有 有骚扰你 你特别是欣欣 李广坤 他有时候好了解 他要骚扰你 告诉我 我弄他 那没有 广坤主也不来 而且啊 咱们新阿山村民 都很朴实 我跟他们处得也特别好 那就行 我 不过 发现你就是 小伙子也挺狂的 怎么了 四叔 就是我跟你介绍的对象 小爽 挺好 大个 长得赶紧 水灵多好啊 你得跟人沟通啊 我 我最近不是太忙了吗 囊的不都是借口吗 四叔 你看小爽啊也很好 但是我觉得吧 我俩呢 还是不太合适 你看中杜小师王啊 这咋的 你老笑啥呀 你跟我实话实说呗 你这样四叔 我个人的私事呢 就不老你操心了 那你这大晚上的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这磕了 我倒觉得 你就是咱们互相吧 都是理解 就谁也别伤害谁 我就现在合计 这大额死的 挺冤枉的 真的 慢点 慢点慢点慢点 没事 你没事吧 没事 挺好 干啥呢 上班时间可这挺啥呀 上班去 我 拿哪儿去 他 你可这挺啥呢 我听听你俩刚才挺啥呀 你们干啥呢 你俩干啥呢 你 你干啥呢 那你 你们跟这干 干啥呢 没干啥呀 他俩没干啥 咱俩跟这干啥呢 咱俩跟这干啥呢